北京时间8月18日20点,雅加达亚约会开幕式正式进行。 在开幕式正式进行前,印尼总统佐科齐之摩托车来到开幕式现场,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 而在整个过程中,印尼总统佐科齐摩托车过班马县,使地主动下车让孩子先通过,这也是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 而在开幕式运动员入场仪式环节上,在一身金黄一美女的引领下,各国的运动员也是一次进入场内展示自己的风采。 中国代表团则是在第七位出场,在台拳道名将赵帅的引领下,中国体育代表团进入场内,场下的观众也是爆发了热烈的掌声。 中国有12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次的亚运会,而其中还包括了19名奥运冠军,身穿的是蓝色梦想的礼服,而起手照帅也是身碑无数荣誉,奥运会抬拳道中国手金。 中国男子抬拳道手梅是锦赛金牌,而在进场仪式中,蒙古代表团的起手造型,可以说是最为独特,十分有特色。 而在黎巴嫩进场的时候,黎巴嫩几名美女运动员,也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光,而打播更是给到了特写。